小小姐们最新一集真的太精彩了 全程一直在反转 崔道日叛变女主卷走七百亿 就在刚刚主角团们发现营地里少了一辆车 而崔熙才的枪也少了一把 人惊猜测袁代表是独自一人跑去刺杀朴宰相啊 崔熙才听后冷冷一笑 声称她太了解袁代表了 那家伙温柔到连一朵花都舍不得摘更别提开枪了 镜头一转 袁代表持枪抵着朴宰相的脑袋 她拿过朴宰相的手机给女管家打去电话 没说完 袁代表手中的枪械便被朴宰相反抗夺了去 转瞬间形势大变 袁代表后悔自己刚才没有开枪 可当朴宰相想反手杀了袁代表时 才发现枪里根本没有子弹 果然袁代表内心是善良的 可尽管如此 袁代表还是不断地用言语刺激朴宰相 说她全家都是小偷 靠着岳父一家的财富和势力上位 后又占为己有 本身对这件事就十分敏感的朴宰相 恼羞成怒地搬起石头 活生生地结束了大舅哥 回到家的朴宰相乖巧地依偎在妻子怀里 可刚才的残忍模样完全是两副面孔 夫人不仅没责怪她 还说这一切都在他们的计划当中 说罢便递给她两粒药丸 让她好好睡上一觉 看出来了吗 原来老朴是被夫人精神控制了 深夜里到日和仁珠二人买通用人 悄悄潜入了朴宰相的豪宅 仁珠先是来到了孝林的房间 询问企人会的下落 孝林猜测是母亲将其带走了 就在此时孝林听到了屋外有动静 隔着窗子朝外望去 赫然看到夫人正朝着一处走去 镜头一转 夫人来到了关押着仁慧的密室里 仁慧感觉自己马上将死 临死前拜托夫人 不要将自己的死讯告诉孝林和姐姐们 就说自己去留学读书了 因为怕他们会受不了 还说孝林如果知道是你杀了我 她一定会崩溃的 看到此处我严重怀疑人会比夫人更爱孝林 随后夫人丢给仁慧一张照片 让她尽快将其画出来后 便转身离开了密室 没过多久 正在画画的人会听到门外传来的剧烈的动静 起身查看房门却突然打开 进来的正是大姐一行员 确认人会没有问题后 大姐咔咔拍照取证 四人随后便抓紧逃了出去 第二天就当夫人为找不到女儿而满豪宅发疯时 女佣却突然告诉夫人 仁慧正在屋里等着她 夫人感觉仁慧十分荒谬 仗着女主光环的加持竟然还敢来这里 仁慧表示自己是来替孝林送信的 原来就在昨晚 孝林和仁慧二人已经坐上了远洋的轮动 去追寻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 看了女儿所写的信后夫人心情貌似好了很多 不仅没有为难仁珠 还特地叮嘱仁珠让她小心崔道日 因为她是个骗子 尤其要小心你那七百亿 另一边调在向在调查员代表是如何逃出精神病院时 发现了崔道日竟也参与在其中 但她丝毫也不担心 因为自己手里攥着道日的命脉 那便是她那还在监狱里服刑的母亲 于是没过多久 正在布置刺杀会场的道日便收到了女管家发来的短信 信中说道日的母亲在监狱内试图咬舌自尽 如今正在医院的急诊室里 见到此消息道日火速赶往了医院 尽管知道那是个火坑 随后进屋的朴宰相对着道日一顿KT力 再向一放她的母子走为条件 让道日说出了她父亲的下落 随后还说是否要带人猪一起走 女管家一脸吃瓜的表情 朴宰相不相信道日会因为暧昧对象而赌上自己的钱和性命 果然道日表示自己已经拟好了合约 只需要让人猪签个字 她便可以将700亿全部拘为己有 画面一转在道日提供的情报下 崔西才所有的狙击点都被在巷派人捣毁 另一边道日也骗人猪签下了合约 由于合约全是英文 人猪毛线也看不懂 发小和人精便拿过来看了半天 二人看后感觉没有问题便让人猪签下了名 随后道日安排人猪去见一个人 不料却亲眼目睹了可怕的一幕 而道日和母亲却坐上了飞往国外的航班 她就这样背叛了所有人 小小姐们的编剧是有多爱反转 少看一分钟大boss就给我转没了 上一秒还以为蒲宰相朱丹太附体 要将讨人厌的人精收拾收拾 怎料下一秒直接就领了合法 就在刚刚 本以为会出现在飞机上的道日母亲 竟然和人精一起出现在了电视台的直播节目当中 人精之所以来到这里 是为了揭穿1998年斧头命案的真凶 接下来人精用一系列完美的证据 证明了该案件的凶手并非是崔道日的母亲 而是现在首尔市长候选人调宰相的父亲调义服 而在医院正在看人精直播的人猪 被突然做起来的崔西才吓了一大条 明明刚才还被炸成了火人 如今便生龙活火了 就在此时本该消失的道日也走了出来 憨憨的人猪被两人麻溜的举动搞得一连忙 上了车的人猪还生气地质问道日 为何要瞒着自己行动 合着你们一群老六就我一个大冤种 道日为了哄小媳妇开心 不能说人猪太憨的大实话 只好说一切发生得太突然 没时间告知 其实在整个团队里 就只有人猪不知道行动的计划 但为了让整个假戏做得逼真 人猪这个信以为真的憨憨也是不可或缺的 至少骗过了朴仔相的眼线 然而就在人精这边第一场直播刚结束 朴仔相便立马做出了应对 停车场内的道日三人直接被一群便衣围主 因为接到了检举说有人非法持有枪械 崔熙才当场被警方带走 随后动用关系 98年的命案也被压了下来 当晚朴仔相在一众支持者的千呼万唤声中 以首尔市长候选人的身份 从事先搭建的舞台中走了出来 在慷慨激昂地当着众人演讲 表示有些人为了不让他当选 不惜用尽一切卑劣丑陋的手段 那些人在惧怕什么呢 一段开场白影的台下男女老少们纷纷应援 然而接下来道日的一个操作 却让现场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大屏幕上播放的正是前几天 朴仔相残忍杀害大舅哥的景象 一时间除了吃瓜群众 朴仔相团队乱成一锅粥 画面关掉后 朴仔相并未被刚才的小插曲影响 依旧慷慨激昂地CPU着台下的众人 怎料到日动一动手指 身后的大屏幕上再次显现出 那碗杀害原代表的画面 屏幕上朴仔相那副杀人犯的面孔 把台下的小朋友们都吓哭了 原来就在几天前人经突然收到了一封定时邮件 随之看到的便是原代表亲自拍摄 本人被朴仔相杀害的全过程 原代表用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让所有人看到了朴仔相杀人犯的面孔 此时远处燃起的烟花 仿佛是在宣告着他们的胜利 然而他们真的胜利了吗 很快朴仔相便又再次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发言人在会上表示 昨晚造势现场播放的画面 全部是由电脑精细制作的合成视频 很快民意调查显示 相信与不相信昨晚视频的民众各占一半 但这对于市长的选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最终蒲仔相仍以将近一半的占比领先 隔天人经再次受邀进入到摄影棚内进行直播 怎料主持人却突然接到了一则新闻快讯 就在刚刚朴仔相候选人竟然在废弃建筑物上自杀跳楼身亡 这突然的爆炸性消息 令主角团们当场瞳孔地震 人经更是在直播间内当场实话 画面一转一出殡仪馆内 朴仔相仪体的手里同样也攒着一朵兰花 事后夫人给人猪打去电话 告诉他自己不会善罢甘休 听完狠话的人猪 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他打开电脑查询自己的银行账户 好在700亿都还在 他内心不安地给到日打去电话 对方手机却显示关机 这让他内心的不安再度加剧 怀着忐忑的心情点下了刷新按钮 刚刚还在的700亿竟被瞬间清零 就在人猪疑惑之际 家门外境闯来了一群不速之客